4月26号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新闻主播朱蒂·伍德拉夫 向抗击新冠疫情领军人物福奇博士提问 现在是4月底了 是2022年春天了 我们距离新冠疫情结束还有多远 结果没想到福奇博士 竟然令人猝不及防地回答道 我们肯定 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摆脱了新冠疫情大流行阶段 也就是说 我们每天没有90万例新感染 没有成千上万的人住院 也没有数千人死亡 我们现在处于低水平 虽然美国人可能早已将新冠病毒抛之脑后 但这个来自官方的权威定论 还是让大家乐开了花 风转朋友圈奔走相告 福奇博士还强调道 所以如果你说 我们是否已经摆脱了新冠疫情大流行阶段 我们是的 4月初的时候 福奇博士表示 他支持美国民众对新冠疫情进行自我医疗风险评估 当时他说到 新冠病毒不会被根除 也不会被消灭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 我们将看到每个人都必须计算 他们想要承担的风险量 确实如此 福奇博士在昨日的电视演说中 也强调了人类无法根除这种病毒的事实 所以他也给广大民众打了预防针 他表示我们每年还需要努力 例如间歇性的为人们接种新冠疫苗 保持在较低的感染水平 虽然美国不再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阶段 但全球危险仍然存在 福奇博士说道 大流行意味着 这种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群中迅速传播着 所以 如果你看看全球形势 毫无疑问 新冠疫情仍在继续 也正因如此 虽然福奇此番充满希望的言论 与他在新冠疫情刚爆发时 发出的可怕警告 形成鲜明对比 但他还是敦促美国民众 遵守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的防疫指南 几天前 佛罗里达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发布命令 取消了美国疾控中心CDC 要求在飞机机场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 必须戴口罩的命令 CDC表示 将通过司法部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 但运输管理局表示 在此期间不会强制执行口罩令 因此 主要的航空公司和一些机场宣布 他们将不继续执行口罩令 Uber 媒体ArmTrad Lift网约车和其他公司 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这并不是说 在美国的一些地区没有感染 甚至没有上升 根据CDC的数据 在福奇接受采访的同一天 美国记录了近5万例新的新冠感染病例 和300多例死亡病例 像大多数卫生专家一样 福奇也认为 目前的感染人数被低估了 原因是受感染的人 症状轻微或没有症状 或者使用测试和检测的人 不报告阳性检测结果 数据显示 尽管全美新增新冠病例走低 但当前数值仍然显著的高于去年夏天 另外 包括纽约州在内 一些地区的疫情又呈现抬头趋势 而在死亡病例方面 虽然当前数据同样低于疫情的绝大多数时候 但仍然比新冠爆发前 每年流感的死亡人数要多 CDC估计 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 包括大约75%的儿童 这可能是因为去年冬季 很多人都感染了Omicron变种 研究人员分析 自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间超过20万个血液样本 分析当中是否存在因感染新冠肺炎而诱发的抗体 结果显示 自2021年12月至今年2月间 民众体内测出新冠抗体的比例大增 从整体而言 2021年12月从民众体内验出的自然新冠抗体比例为34% 至今年2月该比例已升至58% 这份研究并未记录施打疫苗所产生的抗体 儿童与青少年染疫比例增加的幅度更明显 2020年12月约占45% 今年2月暴增至75% 相当于每4人中就有3人曾经感染过疫情 福奇对此表示 他对这些发现并不感到非常惊讶 但他指出CDC的研究仍有好的方面 他说 如果你把已感染的人加起来 再加上已经接种疫苗 并希望接种加强针的人 你就会发现 美国人口中有相当大的比例 具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 在福奇就美国疫情做出评估之际 其他一些国家也在调整判断 美国的邻居墨西哥政府周二表示 该国的新冠疫情已经从大流行阶段 进入地方病阶段 这意味着政府将以季节性反复发生的疾病 来看待新冠 早在2月24号 英国宣布 将终止所有针对新冠疫情的限制 2月23号 意大利宣布 将于3月31号结束 新冠疫情国家紧急状态 并承诺社会生长和生活秩序 将逐步恢复正常 所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进入全民免疫阶段 新冠疫情对人类的生活 影响可能越来越小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